HELLO 大家好,歡迎回到愛麗絲的Channel 見到澳門機場又出發去旅行了 機緣行李入了禁區吃早餐 今次就沒有去機場貴賓室 而是選了新母義,因為用PP卡都可以進來這裡 那就不是任食了,用PP卡進來有套餐可以選擇 已經上了飛機,準備起飛 時間是早上7點半左右 通常飛Banggok我都會選擇這個時間的航班 雖然要早起床,但時間會好用 去到Banggok有時差會慢一個小時 感覺上好像再多一個小時可以用 出發時間是2023年9月份 這次旅程是六日五夜 為了拍片,我還選了三間酒店 中間都會浪費了一些轉酒店的時間 但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不同的酒店 可以給大家作為一個參考 由起飛開始計,到Banggok機場大概三小時 行程當中有一頓簡單的飛機餐 今次我沒有加入太多在飛行上的畫面 雖然我拍了很多視頻,但我覺得是時候要學習取捨 所以今集除了由澳門飛去Banggok機場的片段 還有怎樣去酒店,同時也有酒店開箱 之前都會預訂車去酒店 今次會直接乘搭機場快線 因為第一間要住的酒店 由到埔開始,到酒店都不需要走出地面 可以說是無逢接軌 是否真的這麼方便呢? 大家就跟著愛麗絲一起開始今次的旅程 大約三個小時的機程來到Banggok都只是九點半 時間真的好洗好用,不用急,慢慢走出去 過了海關,拿了行李 第一時間來到一樓的美食中心 在機場來說,可以為便宜版的food court 我們會坐下吃少少東西,再去搭機場快線 這裡跟市中心商場的food court 形式都差不多 都是要先付錢買卡,例如入200匹 在每一檔買東西吃的時候,給檔主去搭卡扣錢 吃飽之後,臨走之前交回這張卡 剩下的錢就會退回給你了 離開了美食中心,我們搭扶手梯去到B層 就會去到搭機場快線的地方 如果你是經常來Banggok的朋友都應該會知道 因為都不是什麼新事物,已經有了很多年 我沒有經常搭,因為都要視乎訂的酒店在哪裡 這次剛好去和大家一起搭了 而換錢的地方都是這一層 我們由機場這裡搭到最後一個站 總共7個站,每一個人只需要45匹 以這次去泰國的匯率計算 車費只是港幣10元也不用 所以真的好划算 從錢裡取得到沙漠 半個小時的車程已經到達,這裡也是終點站Piatai 如果回到機場的方向,也在這裡上車 這個站是連接著BTS的 就算你入住的酒店不是在這個站附近 也不要緊,在這裡轉乘BTS也很方便 除非你選一間酒店,完全不跟BTS 出閘後,跟著指示去到BTS站的Piatai 我們只是經過BTS站,不需要入閘 經過了之後,在1號、2號的出口方向走過去 沿路走是可以看到酒店的指示方向 在這裡轉右,就是我第一間要入住的酒店 酒店的名字是Eastling Grand Hotel 這間酒店是2023年才開幕 我入住時都可以說是新酒店 酒店是連著一個小小商場 入到第一時間看到左邊是After You 還有其他店舖和便利店 快快去Check in 拿房間 After You 之後才再來吃 我們要搭升降機到Lobby 整個酒店大堂設計真的很grand 樓底非常之高 訂房間的時候已經包了早餐 自助早餐應該會在下一集才跟大家分享 這間酒店我只是訂了一晚 之後兩間酒店分別都會入住兩晚 現在看到這裡才是酒店正門的外觀 拿了房卡 我們入住的樓層是32樓 最喜歡住高樓層的房間 希望可以看到一個不錯的view 不說那麼多 立刻跟大家開箱房間 我預訂的房型是高級全景房 有34平方米 入到房間兩邊都有鏡 之後就可以很清楚看到大床的位置 大床旁邊會有小的沙發和茶几 在沙發旁邊也有小的圓桌和椅 整個房間的感覺不太闊 始終都是最基本的房型 其實我自己也滿意 如果沒有記錯 一張特大床和兩張單人床都是同一個價錢 mini bar正正常常 有熱水壺、茶包、雪櫃有兩支免費的水 回到門口位置看看 左邊原來不是鏡子 是一個茶色玻璃的衣櫃 裡面放了浴袍和拖鞋 拖鞋不是一次性的那些 兩邊床頭都有充電口 不過這裡的插頭不可用我們的三腳插 記得要帶回泰國用的兩腳扁插頭 打開窗簾 真正看到天色有多差 因為剛剛來到的時候 一直都在室內、車內 我看過去是不是下雨 好像開始滲流一樣 不過9月都是Banggok的雨季 希望接下來的6天 不要每天都下雨 差點忘記拍攝洗手間 門口外面是一塊很大的鏡 門是一隻燙門 裡面沒有浴缸 清楚可以看到有座廁、淋浴間和洗手盆的位置 如果有箱洗手盆就更加好 基本的梳洗用品都有齊 打開眼就來到酒店的泳前 果然是下很大雨 大雨到看不到其他景物 白蒙蒙一片 下雨下不到水 唯有想一下有什麼可以做 外出就應該會等停雨 或者細雨一點才出去 在泳池的這一層 有一間很漂亮的餐廳 剛才Check-in的時候 就送了兩杯Welcome Drink 我們就決定坐下 喝了這兩杯Welcome Drink 先 喝了這幾次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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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這麼大雨,我們決定留在酒店做SPA 剛好又在同一層 入夜後終於停了 今集的分享到此,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這條片,記得訂閱、留言、讚好和分享 按下小鈴鐺,有新片出就不會錯過 我們下條片再見! 嗨! 即 injections